带动物风社区营造与文创观光 创科技大学结合文史团体和社区 举办2015地方智慧年活动 将近20个社区动员摆设特色产品 还有学生是根据物风文化生态设计的文创摊位 结合自然、生态、环保呈现物风在地意向 另外主办单位还特别规划了稻草人编织创意比赛 让民众体验农村进而带动在地产业 活动舞台社区妈妈卖力的跳舞 整齐花衣的舞步为这场阿兆物文化生态创意展演活动 增添不少热闹气氛 我们来这边读书的四年的学生 他们可以深入社区去了解社区的文化特色自然景观 然后他们自己在专题制作把它做出来 这样让学以致用他们的这种通试课程 他们这样才知道原来我们的社区这么的丰富 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编织嘛 既然这个机会 其实稻草就是生字嘛 其实是可以帮的 像我们今天都没有带稻具来 所以就直接就用稻草本身下去编织 为了带动社区发展与文创观光 朝阳科技大学同时课程带学生走入社区 根据社区的文化生态等等设计出一系列的文创作品 像是雾峰导览地图文创游戏等等举办地方智慧年活动 用图片的方式还有一个记忆游戏方式 更知道阿兆屋这个地方 那这游戏呢就是有组合原本雾峰的六个礼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很简单的互动 就是你要把他的在地古迹跟礼迷做配对 这个课程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到学校外面 比如说去试的社区那里 去接触一些地方文化 还有一些庙 然后就可以学习到那些庙的一些习俗 还有看一下这个社区的发展是怎样 花生堂 哥妈卖完了 菜桃柜 菜桃柜卖完了 还有这个 我们的那个 自己做的那个 冬瓜酱 冬瓜酱 还有Q梅 这个梅精 最养生的梅精 活动结合生态 环保 自然 还邀请20个社区摆设特色产品 像是六股社区的紫锥花 景龙社区的绣花鞋等等 另外为了让民众体验农村文化 主办单位也安排稻草人编织创意比赛 民众专注的编织稻草 用力地捆紧以免组装石脱落 一旁的学生也七手八脚的组装稻草人 希望能夺下第一名 景龙社区的特色产品 秀花鞋 手工秀花鞋 这是我们那个旧政社区 那个稻草文化 所设计出来的创意 那个稻草幸福小哨吧 然后这个就是 代表我们有那个丰收的感觉 然后有就是有起伍的作用 我们社区特别我们的产业 紫椎花 有紫椎花茶 金油霜 有那个 还有一些香皂 手工香皂 来这边展示我们的社区的产业 我们今天的手工皂 有那个姜黄手工皂 还有这个新衣草手工皂 还有黄金桶 黄金桶的草工皂 还有那个艾草 艾草是那个平安皂 还有玫瑰皂 这个社区的社区志工做的 串联社区和学校推广活动 让学子实际深入社区访试 了解 增加在地认同感 同时让社区带进新活力与创意 希望借此提升社区居民参与 与地方文化的保存 带动社区营造与文创观光 记者陈昭安台中采访报导 进去 您去做 发生了 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